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兄弟经营党务多年 门声故隶遍布朝野 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叫蒋家天下 陈家党 国民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派别 叫CC系 说的就是他们 CC的意思就是取这两兄弟姓氏的首字母CC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是这两兄弟早年成立过一个俱乐部 叫Central Club CC是取这两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咱们这期节目就不具体讨论到底是哪种说法了 反正就是这两兄弟的势力一点点的壮大 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惮 忌惮虽然忌惮 但是这哥俩该用还得用 结果又出了一件事 1936年12月12号 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成 把蒋介石给扣押了 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 北上抗日 诸位 老子要造反了 我决定 要扣押蒋委员长 最近的一个月以来 我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一直在对委员长苦苦的劝谏 我和咱们东北军将士 还乡的愿望 还有杨虎成和西北军民 共同抗日的愿望 他不但不采纳 反而予以赤字 这不是委员长 不是叫开枪了 快出来 不出来就人手了弹了 你们不得无礼 我是委员长 这就是震惊众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打西安事变以后 蒋介石就不怎么信任 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了 那有人说 西安事变跟这个打有什么关系 还真就有点关系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以后 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主战派 要武力讨伐张学良和杨虎成 那这帮人呢 其实心里面是各怀鬼胎 他们就希望局面越乱越好 最好是张学良和杨虎成 恼羞成怒 把蒋介石给杀了 这样全力重新起牌 自己有机会上位 那还有一派 就是主和派 主张就是 你们爱怎么闹怎么闹 爱咋咋力吧 蒋介石可千万不能有事 那你说你要是蒋介石的话 等你回来 你会对主战派好 还是会对主和派好 这个陈果夫和陈丽夫兄弟 好死不死的 竟然是主战派 倒不是说他俩希望 蒋介石有什么事 盼着蒋介石出事 而是他俩根本就对西安事变 能够和平解决 不抱什么希望 扣押领袖啊 挟持领袖 挟持领袖 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大逆不道啊 这是 要搁古代 都足够足足足了 那张学良和杨虎成 心里能没有输吗 他们既然敢这么干 那就说明 他们已经做好了 当亡命徒的准备了 与其宰这磨磨叽叽的 跟乱臣贼子讲桥业 莫不如直接起兵 给我削他 那结果没想到 在中共的调停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又回来了 那这他妈就尴尬了 蒋介石可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他就看你是怎么站队的 所以打那以后呢 二臣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就开始逐渐的边缘化了 还有就是 日本全面侵华以来呢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中统在地方上的很多基层场战 已经被日本人破坏的差不多了 而且国民党的工作重心 也发生变化了 在全面抗战之前 国民党主要是对付共产党 那中统是抓党务的吗 用得到中统的地方就非常多 等到对付日本人之后 那是军统的业务 就没中统什么事了 所以基于这些点 40年以后 40年代 中统呢 地位就一点一点的 步入军统了 走向了衰落 1947年 中统被改组成了党员通讯局 简称党通局 美国海军有人向中统出卖情报 中统为了搞倒代局长 花了不少钱 我才不管中统那些王八蛋呢 等等 是这样的 中统 中统改了个什么狗屁名 党通局 对 党通局 等到49年 国民党败逃到台湾 那中统在中国大陆的历史 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讲到这呢 中统是怎么回事 就算是介绍完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说 陈国夫和陈立夫这两个人 这两兄弟 在国民党内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 国民党的腐败 那是尽人皆知 买官卖官 贪污受贿 吃拿卡药 一点都不含糊 但是这些事情 这两兄弟从来没干过 生活上过得很辛苦 都说蒋宋孔臣是四大家族 但是在富可敌国这个层面上 这两个兄弟 是根本没法跟另外三家并列的 南市场甲字头十二间层 大公子 这才是真老虎 是谁 杨子公司 孔家 政府堪乱 将士们在前线流血 国库却拿不出钱来 还要向美国去贷款 货币贬值 物价飞涨 黎明百姓人心惶惶 而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 却囤积着数以万吨计的物资 不愿意出售 我是商人 不是慈善家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陈国夫呢 1951年因为心脏病还有肺结核 在台北失事了 去世之前 经济非常窘迫 连生活费还有看病的钱都没有 后来是蒋介石知道了 让人给送去了5000银元 这才能把日子过下去 我重点想说的其实是陈立福 陈立福的一生 那堪称是传奇的一生 至于具体传奇在哪里呢 咱们留到下期再见 好 感谢您听我讲述 下期我会接着聊 中统和陈立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